嗨,欢迎收看《三迷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据说,著名的黑洞理论提出者斯蒂芬霍金先生也曾怀疑过 黑洞或许根本不存在,也许它只是一个扭曲的空间 不能作为一种形体的概念存在 为什么霍金先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呢? 其实他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 根据目前的观察结果以及数据分析 黑洞暂时无法找到它的边界 因此,黑洞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的话 整个黑洞的理论体系就会崩塌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黑洞不存在边界的话 那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进入黑洞或者逃出黑洞了 那么黑洞能吸收一切东西的说法也就不复存在了 并且在我们对黑洞的认知里面 黑洞似乎可以斩断一切因果 进去的东西就出不来了 也不知道它们最后的落脚点是呢 而在这种怀疑的基础上 霍金先生曾说 宇宙中或许存在另一种类似黑洞模型的形体 或许我们能将其称为灰洞 但跟黑洞最大的区别是 能量和信息可以从灰洞中逃离出来 或与外界宇宙有交流 而光线也能穿过灰洞的边界从另一边出来 也就是说灰洞在本质上 与黑洞最大的区别就是边界是否存在 但是当这样一个设想被提出来以后 有不少支持经典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粉丝们表示强烈反对 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黑洞的边界是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接近黑洞 暂时的技术水平让我们无法实践这样的尝试 因此这样的推论还停留在嘴巴和鼻子吵架的阶段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谈秘为之世界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